文明里史的伊丽莎白皇后,用美貌、智慧和仁爱之心,做成了仅次于俄罗斯帝国的奥匈帝国,为应对突然到来的二元君主制,弗朗茨和瑟瑟只得分居两地,瑟瑟非常喜欢自由奔放的匈牙利,在这里,她可以享受久违的自在,最重要的是,在这里,女儿真正属于她一个人了。 以偶然的机会,瑟瑟遇到了一位吉普算女人,这个女人为她算命,说她还会有一儿一女,并且永远健康幸福。 可当瑟瑟离开后,她却满脸凝重地盯着瑟瑟的背影喃喃道,这个女人厄运缠身。 地后分居两地,难免会有流言蜚语,奥地利的皇宫中,索菲太后整天由加醋地向弗朗茨描述瑟瑟和安德拉西伯爵的绯闻。 好在弗朗茨完全相信瑟瑟,并且恳请太后不要再派密谈监视皇后。 这些流言蜚语,瑟瑟当然也有所耳闻,可她眼下有一件更紧迫的事情要处理。 匈牙利最大抵抗组织的领袖,巴格亚尼伯爵,依然不愿承认奥地利的同志。 因为巴格亚尼的父亲及其他十三位将军,在革命失败后被弗朗茨下令处决,她的母亲让她发誓,绝不与荒势交好。 瑟瑟知道巴格亚尼断然不会接受她的邀约,便请求安德拉西在她的城堡办一场晚会,以她的名义邀请巴格亚尼,届时她也会出席来化解双方的矛盾。 晚会如期举行,得知皇后的马车即将到来后,安德拉西为了让众人有所准备,便宣布了皇后即将出席的消息。 听到,巴格亚尼一派人立即起宣离去,可还未等有出房门,皇后率先到达了现场,众人纷纷行礼,只有巴格亚尼几人傲然挺立。 面对巴格亚尼的末世,瑟瑟没有生气,反而主动伸出手,迫于贵族自身的修养,巴格亚尼只好回一门手里。 经过一番密谈,巴格亚尼被皇后的人格魅力彻底征服,皇后的仁爱之心让她不禁感叹,我们的民族有救了。 安德拉西想要邀请皇后共舞,可瑟瑟却突然心口一慌,皇后突感身体不适,在安德拉西伯爵的陪同下来到花园透气。 瑟瑟绝美的容颜,在朦胧的月光下更加迷人,安德拉西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情感,对皇后表达爱意。 对着突如其来的告白,瑟瑟很震惊,她一直当她是最忠诚的臣子和最好的朋友。 与此同时,奥地利的皇宫中也正在为内内举办着一场热闹的舞会。 一群舞弊,弗朗茨和内内到河边散步,内内温柔漂亮,可她却一直拒绝身边的仰慕者。 当弗朗茨问起内内不愿结婚的缘由时,弗朗茨才知道自己曾经深深伤害了这个女孩的心。 原来内内一直深爱着弗朗茨,曾经告诉瑟瑟她爱上了塔西斯王子,也只不过是一个为了能让瑟瑟安心的谎言。 自安德拉西活距告白后,瑟瑟便寝食难安,她不得不离开这片自由的土地,返回威延那。 途中,瑟瑟在一家酒馆临时休息时,竟然偶遇了弗朗茨。 瑟瑟 原来,与内内的河边谈心后,弗朗茨再也抑制不住对瑟瑟的思念,独自前往匈牙利接瑟瑟回宫,二人久别重逢,互诉中常,他们没有立即启程回皇宫,而是独自去了衣食尔,在这里,他们又回到了初见识的浪漫时光,可正如那个吉普赛女人所说,瑟瑟厄运缠身,瑟瑟脱改身体不适,弗朗茨只好立即带瑟瑟回宫治疗,经过太医诊断,瑟瑟得了肺病,这种疾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,还有很强的传染性, 得知这一消息的索菲太后,面色凝重地找到了弗朗茨,她告诉弗朗茨,瑟瑟可能活不过今年冬天,为了她和小公主的安全,医生建议,瑟瑟远离这里,找一个清静之地疗养,最重要的是,他们从现在开始,就要着手无色下一任皇后 弗朗茨的态度令索菲怒不可恶,她为了弗朗茨,放弃了自己的皇位,弗朗茨却弃之如碧驴,索菲的这番言论,弗朗茨已经自腻了,她直言,自己从来都不想救什么皇帝,只有瑟瑟才是她唯一的快乐,如果没有了瑟瑟,一切都不再有意义,看着眼前,为而逆情长寻死命活的皇帝,索菲愤愤离去, 此时,弗朗茨再也控制不住,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,谁知,这一切都被角落里的瑟瑟听到,医生告诉她可以起来活动一会儿,她本想给弗朗茨一个惊喜,没想到意外得知了自己的病情,瑟瑟缓缓走到弗朗茨身边,看到她如此痛苦,瑟瑟主动提出外出疗养,并而为弗朗茨自己一定会战胜病魔,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她的爱, 瑟瑟来到了马德拉岛疗养,为了让瑟瑟顺刻感受到爱意,弗朗茨每天都会拆人送来鲜花和礼物,弗朗茨时刻等待着从岛上传来消息,可很遗憾,瑟瑟的病情不仅没有好转,还患上了精神抑郁症,患了绝症的女儿,独自一人在遥远的海岛上疗养,远在巴伐利亚的妈妈也不能寐,想到瑟瑟孤独一人,必定对身体不理,决定去陪伴女儿,给她生活的勇气, 妈妈的到来令瑟瑟激动不已,与太医倡导的静心修养不同,妈妈鼓励瑟瑟动起来,美好的风景和心情会让她暂时忘记病痛,在妈妈的陪伴下,瑟瑟第一次离开躺椅,走到海边尽情享受海风, 渐渐,瑟瑟已经恢复到能够爬山,还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希腊之旅,就连寄给弗朗茨的信赏也充满了生命力,不见一丝萎靡之气,三个月后,太医赶来例行检查,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,瑟瑟的身体居然完全康复,维也纳的皇宫中,得知这一喜讯的弗朗茨激动地抱住母亲,弗朗茨准备立刻启程,接瑟瑟回宫,可大臣却提议,皇帝应该借此机会, 出访米兰和威尼斯来缓解他们与意大利的僵化关系,大病冲医的瑟瑟再次担起了皇后的职责,他们的第一战是米兰,米兰各级院内形形色色粗鲁之人乱作一同,原来这群意大利贵族全将邀请函丢给了自己的门房侍女或者车夫,当弗朗茨和瑟瑟出场后,这群米兰人还拒绝演奏奥地利国歌,转而唱起了自由颂,场面潜入了尴尬之中,一曲中了,皇后带头鼓起掌来, 一时间,竟让这群示威的米兰人不知所措,演出结束后,皇后接近了这群受邀的意大利贵族,这群厨子,车夫,顶着各自主子的头衔,丑台白出,活向一群障碍家族去基地,这帮自以为是的贵族聪明反被聪明误。 米兰之路顺利结束,现在,他们来到了下一站,威尼斯,在这里,他们遭遇了外交生涯的滑铁炉,传队索金之处,百姓全都紧闭门窗,他们缓缓步入教堂广场,广场围满了威尼斯百姓, 可他们只是冷眼相看,对于这对地后的到来,嗤之以鼻,二人步履为奸,这时,瑟瑟的女儿手捧鲜花,出现在路的尽头,自得病以后,瑟瑟便再没机会见到她,现在,终于见到日思夜想的女儿,瑟瑟再也控制不住,跑上前紧紧抱住女儿,这温馨的一幕,让在场的人有些动容,这是一位男士正臂高呼,一声声高呼,划破寂寥的天空,和平哥翩翩起舞,影片, 在威尼斯百姓的热情中结束,瑟瑟公主三部曲的导演,弱化了现实中瑟瑟的悲惨命运,转而将笔墨交给了瑟瑟和皇帝童话般的爱情,现实中,瑟瑟皇后的前两个女儿全由太后照顾,因此她患上了精神抑郁,并有严重的疾病,这病情很奇怪,离开皇宫就会好转,回到皇宫立即复发, 她的儿子鲁道夫性侵而死,她自己也于1898年被意外刺杀,好在导演没有将故事拍到瑟瑟玉子,让电影中的瑟瑟始终停留在幸福美好的时刻,也留给观众一个美好梦幻的爱情童话。